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黑牛养生馆 打酸是一种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过度疲劳后,睡姿不正确都会产生 如果天天打酸,医学上就叫做打酸症,俗称打呼噜 这个是因为我们人体的咽部的气道受阻引起的 长时间的打酸会导致高血压,夜间呼吸暂停等问题出现 导致白天试睡,乏力,记忆力的减退等问题出现 如果经常出现,夜间呼吸暂停 那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确诊治疗,防止心脏疾病发生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种点按穴位改善打酸的方法 第一个穴位叫风龙穴 它位置在我们的外怀尖上拔寸 也就是两个四指加上两个大拇指的位置 找穴方法是这样 那么外吸眼与外怀尖连线的终点即逝 此穴为足阳明胃经上的穴位 具有健脾立湿,续痰的功效 为排湿器的重要穴位 那湿气消除对气管腌部的肥厚性的阻塞有一定的改善 从而达到减轻打酸的效果 按摩的方式是这样 晨起用大拇指的指腹点按100下即可 先左腿后右腿 二、阴灵拳 位于我们小腿内侧 颈骨内侧下圆与颈骨内侧圆之间的凹陷处 找穴方法是这样 在我们小腿内侧肌肉上圆 往骨头方向点按 那凹陷处及时 那阴灵拳的主要功效是排腎皮湿 从而实现降低全身脂肪的目的 当人体腌部下垂的脂肪层 与腌颊部增厚的脂肪层变薄时 就实现了缓解打酸的目的 按摩方式是这样 用小鱼剂敲打 陈起100次即可 先左腿后右腿 脂肌管哮喘就是我们常说的哮喘 由七道炎性细胞在内的多种细胞参与的 七道慢性炎症性疾病 多受遗存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今天和大家分享缓解脂肌管的食疗方 一、穿背杏银饮 用穿背六颗、杏银三颗 加入适量的清水后大火烧开 转为小火加入冰糖 再慢煮30分钟即可 每日睡前浮一次 穿背具有止咳化痰的功效 胜而具有止咳平喘的作用 此方适合热性的哮喘 二、人参隔戒粉 人参2.5颗 隔戒一对 紫盒车75颗 共同研磨成粉 每天水冲服1.5到3颗 每日二到三次 此方治疗虚性哮喘 呼吸前表而急促 动则夹剧 疲乏懒散 三、萝卜胡椒饮 白萝卜250颗 白胡椒5到10粒 生姜4片 陈皮10颗 加入适量的清水煮30分钟 去渣将汤封成两份 早晚各一份 适合于谈多而黏 难以咳出的小船 绿豆汤如果喝不对 不但不能解暑 反而还会伤身体 一、不能铁锅煮绿豆 绿豆汤中有一种多分类物质 与铁相遇后会发生化学反应 使绿豆汤的颜色发黑 不但影响口感 还容易造成肠胃不适和消化不良 建议用砂锅、电方锅或高压锅等煮绿豆 二、不要喝太冰的绿豆汤 太冰的绿豆汤会刺激肠胃 引起消化不良 尤其是本身肠胃就不太好的人 更应该注意 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太冰的绿豆汤还容易诱发心梗和中风等急症 建议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绿豆汤 放置几分钟之后再喝 三、服温热性中药期间不能喝 绿豆可以降低温热性中药的药物疗效 因此在服用黄旗、人心等温补性中药时不要喝绿豆 四、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多喝 绿豆性凉、具有手足冰凉、腐胀、腐蟹等症状 脾胃虚寒的患者要少喝绿豆汤 以免加重病情 现在由于社会压力越来越大 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些亚疆狂状态 脑供血部竹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种 会引起我们头晕等不舒适症状 今天和大家分享缓解脑供血部竹的蛇位和动作 一、风腐蛇 风腐蛇位于后发季正中直上一寸 两斜方肌之间的凹陷中 是督脉、竹太阳、阳帷脉之慧 对于镜像强痛、脑供血部竹有很好的疗效 每天按揉三到五分钟即可 二、风持续 位于向后在胸缩乳突肌与蛇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中 入发季一寸是竹少阳和阳帷之慧 具有气风散寒 疏解头部经络 行脑开窍、调理气血 生羊补气的作用 每天按揉三到五分钟即可 三、上下耸肩 站立两足分开 与肩同宽 两肩尽量上提 稍停片刻突然下落 每次做10到20次 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肩颈部的血液循环 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 同时还能缓解肩颈部的僵硬和疼痛等症状 健康的身体 脑萎缩是50岁以上的人群多发症状 可分为弥漫性脑萎缩与局部性的脑萎缩 主要表现的是记忆力的下降 头晕、头痛、失眠、多梦 那它躯体的表现是行动的迟缓、震颤 严重的可导致偏瘫 性格变得郁郁寡欢 不喜欢与人交流 最终导致痴呆症的产生 生活都不能自理 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款饮食 预防脑萎缩 第一个鱼头炖冬菇汤 挤鱼头一个冬菇肥肉调料适量 人参粉三克 将鱼头一分为二 用姜、料酒、蚝油腌制两个小时 将腌制好的鱼头肥肉、冬菇放入盘中 加入清水 适当的盐 蒸上30分钟 这时候撒入葱花、姜末、味精、香油 人参粉即可食用 可聪明意志 对肾音不足引起的心悸、失眠、疗效显著 对痴呆症有一定的辅助调理作用 第二个就是猪脊髓 甲鱼汤 猪脊髓200克 甲鱼一枝 将甲鱼处理后 甲鱼肉与葱姜入锅 大火煮沸 小火喂熟 这时候下入猪脊髓 继续煮沸 小火炖暑 加入调味品 可起到补气血 添肾经 强腰脊 改善脑萎缩 改善老年痴呆 降低脑动脉硬化症的功效 教大家一个方法 一打四 左手比腔 右手比四 右手比腔 左手比四 来回重复 没事就做 多动手 有助于抑制 平时多注意与人交流 建立广泛的兴趣爱好 多参加群体活动 下下棋 跳跳舞 练练毛笔子 都是预防脑萎缩的好方法 多人喜欢在酒中 加一些中药 既能提高食欲 还能改善健康 可是在众多的中药材中 有一些拿来泡酒 一不小心就成了毒药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些不能随便泡酒的中药代表 第一个 马前子 性寒 胃苦 有通络散结 消肿止痛之功效 其种子内还有浓度极高的生物件 喝了以后 可以改善四肢麻木 瘫痪 食欲不振 胸疮肿毒 咽喉肿痛 等等 高浓度的生物件 会引起强直性的经轮 那四肢颤动 惊觉 呼吸困难等等 严重者 可以导致昏迷 不建议 私自拿来泡酒服用 第二个 水质 俗称马黄 具有治疗中风 高血压 轻于必经跌打损伤的功效 既能降低血栓的形成 还对心脑神经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是一种常用的中药 但是在体内的代谢时 对肾脏的血管 有很强的伤害 长期服用 容易形成肾脏疾病 由于对血液 有稀释作用 那单次大量的服用 会造成内脏的出血 泡酒服用者 单次少量 适当的停用 间隔服用 那是最好的 第三个 穿污 胃心苦 性热 那归 心肝肾 脾 四经 去风除湿 温精止痛 对身体失寒的老人来说 是一种很好的调养药 但其有大毒 亦造成神经反应 流弦 恶心 呕吐 腹泻 头昏 眼花 口舌 及四肢的麻木 脉搏减少 呼吸困难等等 严禁拿来泡酒 一定严格遵循 医生的处方使用 药酒虽好 泡前还是咨询一下 专业的医生 切不可忙碌乱泡 伤身伤命 好 本期节目